以色列坦克压境 美国攻击舰移动 伊朗甩锅哈马斯 中共香山论坛尴尬开幕 西方国家不买账 拜登会王毅 新华社删除拜登悼念李克强内容 找以色列人 抗议者硬闯塔吉斯坦首辅机场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新网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10月30号 星期一 在节目开始之前 向您推荐一款 最近收到很多反馈的保健品 三高代谢宝 大家现在的生活都很忙碌 但是健康不能马虎 三高问题越来越普遍 很多都是因为代谢问题导致的 这款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保健品 结合了多种天然精华的成分 真正的做到了1加1大于3的复防效果 想了解更多 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 或者是拨打北美热线电话 让三高代谢宝帮助您迈向更健康的生活 好的 来看今天的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以色列宣布扩大地面战的48小时之后 释出包围加沙地带主要城市的型号 公布了主战坦克大军压近巴勒斯坦飞地 加沙西海岸的照片 以色列装甲部队30号挺进加沙市南部地带 当地人表示以军战车正在恶手通往南方的交通要道 不让任何人车通过 另外一方面 以色列军方也发布战报 称地面部队与空军互相支援 成功地在加沙城区击毙了数十名哈马斯武装分子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 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 部队袭击了超过600个目标 哈马斯集团所属的武装团体艾茨丁·卡萨姆旅 也发声明证实 其武装分子正运用机关枪和反坦克武器 与以色列军占领部队在加沙西北部展开激战 以色列国防军30号在X平台发布战报 以色列战机在地面部队的指引之下 攻击了哈马斯的一座哨战 以及位于艾茨哈尔大学附近的反战车炮火据点 另外 还有不少武装分子埋伏在民房或者隧道之内 以军部队确认 诸多恐怖分子正在离开爱瑞茨边界关卡附近的一个地道的树井 与那些恐怖分子发生激战 击毙和击伤不少 另外 有消息指出 以军无人机24小时掌握加沙实时动态 对地道里的哈马斯进行封堵战术 进去地道就不要出来了 成为活棺材 但是 以军攻击速度取决于加沙军民撤离的速度 以军已经警告 坚决不撤离的残余军民将被看作是哈马斯的同伙 而地面部队成为大型拆迁队 装甲推土机比坦克多 拆迁战术确实最适合城市巷战 最安全 最有效 也是相当艰苦 以色列在加沙的地面行动将持续6周到6个月 三大目标分别是解救人质 摧毁哈马斯 以及在以色列和加沙走廊之间建立缓冲区 以色列退休葬领军事情报部门前首长亚德林 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 以色列的目标包括沙子总数约3万哈马斯民兵中的至少1万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日说 以方将探索每一种选择 以确保10月7日被劫持的220多名人质获释 内塔尼亚胡没有承诺会达成交换协议 但是告诉人质亲属 政府将穷尽每一种选择带他们回家 与此同时 由于担心在加沙的战争扩大成区域冲突 美国陆战队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正在前往地中海东部 两名美国官员表示 美军两栖攻击舰巴丹号 搭载的第26陆战队远征支队 最近几周都在中东附近海域执行任务 但是上周末开始往苏伊士运河移动 巴丹号目前的位置在红海 预料很快就会进入到地中海的东部 这一动作将把第26陆战队远征队 安排在更靠近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位置 任务之一是协助平民撤离 以色列证实 军方再度袭击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的目标 包括恐怖主义组织的军事基础建设 同时击毁了飞弹的发射器 随着以色列周边冲突不断的升级 邻国的美国坚定盟友约旦 也要求美国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 以加强其边境的防御 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德·马沙尔29日再次把中俄拉下水 曝光俄罗斯赞扬了哈马斯恐怖组织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 还说 克里姆林公表示 哈马斯的战斗战术会安排在俄罗斯军事学院教授 而对于中共 它说 中国人也对哈马斯在战争中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 并将效仿他们对付台湾 外界纷纷议论 猪队友把中俄同时出卖了 要被抛弃 所以着急了 不知是否受到了来自中俄两方面的压力 哈马斯直接的后台支持者伊朗19日 突然跟哈马斯撇清关系 开启甩锅模式 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洋周日表示 在10月7日 哈马斯武装分子突袭以色列 造成至少1400人死亡之后 伊朗不希望这场战争 蔓延开来 并且极力地否定 将伊朗和哈马斯的袭击 直接联系起来的说法 称这是毫无根据的 阿卜杜拉·西洋一再声称 伊朗和哈马斯的这次行动没有任何的联系 哈马斯所实施的一切 完全是巴勒斯坦人自己所为 为了彻底剿灭哈马斯 以色列要求加沙圣城医院立即疏散 圣城医院位于北加沙 也是巴勒斯坦洪心越的总部 以色列的目标是炸毁 医院地下的哈马斯地道和军事指挥部 这两天 以色列军方已经连续 最少6次通知他们撤离 但是部分身份不明的巴勒斯坦平民 1.4万人坚持不走 不但不撤离 还扎堆要住在医院 在院子里打地铺 网上有分析说 他们应该很清楚 医院的地下就是哈马斯的军事设施 至今仍然没有撤离 动机存疑 以色列再次发出警告 如果还不走 就是哈马斯的帮凶 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 10月29日拉开帷幕 这是北京一年一度最大型的军事外交活动 令中共尴尬的是 他们目前没有国防部长 而国防部长的主要职责 是在这种国际场合 与外国的军事人员接触 有萨西指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将被北京捧为最主要的嘉宾 而西方国家或回避 或者是只派出低等级的代表团 但是美中关系和台湾问题 将成为讨论的焦点 中共官媒报道称 论坛参会代表数量和层级 创历史新高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参与度大幅提升 9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官方代表团确认出席 其中国防部长级和军队总长级代表30多位 但是路透社指出 由于担心论坛的开放性 许多西方国家要么小心回避 要么只派出小规模和低级别的代表团 他们更愿意在每年 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 讨论国际的安全问题 报道引述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 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 计划从国防部派出一个小型代表团 一位北约官员说 北约代表团将由其军备控制 裁军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 中心主任史密斯率领 在30日的并幕会上 由于国防部长空缺 现年73岁的中共中央军委排名第一的 副主席张又霞发表主题演讲 并且频繁地接待来华出席论坛的各国防长 张又霞分别会见了老挝、蒙古国、缅甸、东帝汶 俄罗斯等国的国防部长 2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会见了越南国防部长 在美国与盟国提升合作 遏制北京的军事野心之际 北京期盼借香山论坛推动中方提出的安全观 并且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 中共试图通过论坛鼓动发展中国家 反对集团对抗和冷战思维 被安排第一个发言的俄罗斯防长绍伊古 则在乌克兰冲突等问题上指责西方 专家认为中俄双方都有对抗美国的需求 而他们这个联盟还是有很多尴尬的地方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 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 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论坛 美军代表团出席 预料美中军方将重启对话 中央社报道 中美关系与台湾议题成为了本届论坛的焦点 中共前宗立李克强27日突然被官方宣布 因心脏病病逝引发一片质疑 当局则严控舆论 拜登当地时间27日接见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时 对李克强表示哀悼 但是中共官媒却只字不提 白宫10月27日发布拜登接见王毅的简报 文中表示拜登强调 美国和中国都需要负责任的管理两国关系中的竞争 并且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白宫新闻稿最后一句是 拜登对李克强表示哀悼 但是中共新华社发布的 拜登会见王毅的报道当中 只字不提 甚至删除了拜登对李克强表示哀悼的句子 这一报道声称 拜登向习近平主席质疑问候 阐述了重视对华关系的立场 表示美方愿同中方保持沟通 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 中共喉舌的这种做法 在海外X平台上引发了网友们的炮轰 网友说 这个也争 还是希望自己早些死 好了 这么丢脸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聪明反备聪明物 当局似乎正试图将李克强之死 影响降至最低 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呢 李克强死讯公开之后 中共喉舌新话网上 习近平的新闻仍然占据头条 李克强去世的消息被压在次摇的位置 各大官媒网页也没有变成黑白色 海外视频人士蔡神坤发文说 本来外界想看看李克强追悼大会的实况和规格 谁参加 谁不参加 谁来主持 谁来致道词 老同志在现场的表现如何等等 然而从现在流传的消息来看 蛮横采用丧事从简应该是最好的应对方法 因为当局无法控制追悼大会参会人员的情绪 特别是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之中 会不会导致失控呢 担任两届总理的李克强死于盛年 严格控制遗体告别仪式人数 不让境外人员参加 也不让外国政要外国使节参加 究竟是恐惧什么呢 本来采取后葬 可以平息国内外对死因的质疑 现在干脆破罐子破摔了 连装都不装了 隶属俄罗斯联邦的塔吉斯坦共和国 在传出有来自以色列的航班降落的消息之后 一群抗议人士10月29日晚间闯入首府 马哈齐卡拉机场寻找以色列人 机场紧急关闭 塔吉斯坦当局稍后表示 俄国安全部队已经将民众驱逐 情势已经获得控制 近日俄罗斯电视台和《消息报》报道 一下来自特拉维夫的航班 抵达马哈齐卡拉的消息传开之后 这群人破门进入航煞 有人冲上跑道突破路障 目的是要对准备离开的机场的车辆进行检查 其他俄罗斯媒体报道 有一群人试图接近飞机 乘客留在飞机上安全无虑 据公布的影片 嘈杂的人群在马哈齐卡拉航站大厦内部和周围 挥舞着巴勒斯坦旗帜 这群人并顺便地在机场的许多商店实现了零元购 俄罗斯国民卫队和安全部队后来攻入机场停机坪 逮捕逃离的暴乱分子 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表示 被马哈齐卡拉的所有航班转将其他机场 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塔吉斯坦共和国政府在机场关闭之后指出 情势已经获得控制 执法当局正在现场作业 这起事件发生之后 以色列29日敦促俄罗斯保护以色列公民 反制暴徒和煽动反犹太人、反以色列人的暴力行径 另外 英国伦敦又爆发反以色列大会 而在德国 德国广播公司日前报道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在接受采访时发出警告 他认为欧洲存在战争危险 德国军队和社会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 网友感叹说 很多人都感觉到乱世就要来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希望之声会员网已经开通 每个月只需要一美元 诚挚地邀请您前来支持我们 和我们一起守护言论自由的空间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